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应对五种坏情绪的方法 在开始今天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哈佛大学学者在欧洲呼吸学会 2020年国际大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保持乐观积极心态可能是长寿的关键 研究在八年中对七万名女性进行了调查 发现那些更乐观的人死于心脏病 癌症和中风等疾病的风险大大降低 心态最积极乐观的女性 死于心脏病 足中 癌症 感染 呼吸道疾病的几率分别降低百分之三十八 百分之三十九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五十二 百分之三十八 总的来说 心态最积极乐观的女性 死于任何一种疾病的可能性 都会降低近百分之三十 研究者称 积极乐观最有利于心血管健康 乐观的人生观会降低血脂 提高抗氧化水平 甚至减少炎症的发生 好的心态和情绪能让人更健康 反之 消极情绪则会引起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 心理学上把焦虑 紧张 愤怒 沮丧 悲伤 痛苦等情绪统称为负面情绪 发表于美国心脏病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焦虑测试得分更高的人 患心脏病的几率高出正常人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国际自然科学领域权威杂志 临床调查刊登的一项研究也发现 闷性压力会促进乳性癌发生和发展 而在临床上许多消化道系统疾病 皮肤病 内分泌疾病等 与情绪心理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 那么这些坏情绪究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呢 我们一个个来看 一 胃肠道 胃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 它的功能状态一定程度上受情绪影响 当人们悲伤 忧愁 沮丧时 胃肠道功能就会发生明显变化 长期负面情绪容易让胃功能失调 导致消化不良 便秘 腹泻 胃炎 肠道炎症及不明原因的腹痛等 二 内分泌系统 长期压力大 紧张焦虑的人容易患甲状腺疾病 并且生气导致内分泌系统紊乱 使甲状腺分泌的激素过多 甲状腺是身体中参与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 当你感觉到热血沸腾的时候 就是甲状腺受到刺激了 就知可导致甲状腺功能抗净 有统计显示 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前都有不良情绪刺激 容易焦虑 生气的女性 更容易内分泌失调 得乳腺 卵巢癌等疾病 三 皮肤 寻麻疹 牛皮险 湿疹 皮肤搔痒等 很多皮肤疾病 其病因发病过程与情绪密切相关 四 心血管 焦虑 暴怒等激动情绪 会诱发人体交感神经兴奋 肾上腺素大量分泌 血管收缩 血压和血糖升高 会对血管造成损害 导致高血压 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 当人极度愤怒后 两小时内发生急性心梗的风险将升高2.44倍 即使是轻度抑郁 焦虑或压力 也会使患上心脏病的风险翻倍 五 癌症 有研究发现 长时间存在负面情绪 或总是非常悲伤 愤怒 恐惧 这些都会诱发癌症疾病出现 如果自己身边的亲人突然离世 或者突然失去了安全保障 这也是引发癌症的重要因素 情绪与癌症的治疗效果和癌症的复发率 也有着明显的联系 愉快的情绪有利于癌症的治疗 悲观 绝望的情绪往往使癌症加剧 以上就是坏情绪对你身体的伤害 由于人们现在生活节奏快 不善于表达 没有倾诉对象等各种原因得不到解决 很多人的心理问题就会被慢慢积累下来 以下这三类人要特别注意 因为你们最容易受情绪困扰 心理健康也更容易被严重透支 首先是青少年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从幼稚走向成熟 从家庭迈向社会的过渡期 在身体 自我意识和人格迅速发展的同时 青少年面临着多种危机 容易出现各种心理 情绪和行为问题 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过渡到成年后 成年早期的犯罪 酒瘾 吸毒 反社会人格障碍发生率是普通人的五到十倍 其次是女性 一般来说 女性往往比男性心思细腻 容易想得多 因此烦恼也更多 尤其是感情用事 过度迁就 顾虑重重和过分依赖的女性 相较男性 她们更容易出现抑郁症 神经衰弱 异病 更年期综合症及焦虑症 还有就是老年人 到了老年期 器官开始老化 功能出现衰退 各种身体疾病陆续出现 导致老年人容易发生各种精神心理障碍 最常见的是老年期抑郁障碍 其他的还有老年期痴呆 老年期创伤后应激障碍 睡眠障碍等 生活中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与负面情绪狭路相逢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负情绪呢 小关这里教大家以下五种常见的负面情绪应对方法 希望对大家管理情绪能有所帮助 一 焦虑 短暂的焦虑让我们意识到身边有威胁 对人的生存发展有益 但若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就会耗尽身心资源 出现如疼痛 气短 恶心 眩晕 常伴有肠胃不适 如溃疡性结肠炎 消化不良 便秘等症状 小关建议 有焦虑倾向的人 要注意养成规律的工作 生活作息和习惯 尽量减少不确定性 给自己建立安定感 高效 合理管理时间尤为重要 许多时候焦虑是因为时间所剩无几 但任务还未完成而带来的紧迫感 无力感 合理管理时间能帮人做到紧紧有条 从容不迫 失误差错也会造成焦虑感 日常应减少冲动行为 或许能从源头上避免焦虑 同时 我们也要正确面对失误和失败 不要过分为此抓狂 二 悲伤 丧失感是悲伤的核心 失去财产 失去健康 失去恋情等 从我们生命中离去的种种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激发我们内在的恐慌感 面对悲伤不懂宣泄 甚至强颜欢笑 这更会加重痛苦 小冠建议 当你感到悲伤痛苦时 不要憋在心底 应寻找途径合理宣泄 比如可以痛哭一场 哭虽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但有助于释放悲伤情绪 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 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地质 三 孤独 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时 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 皮质醇 这会引发抑郁 并对血压以及睡眠质量带来不利影响 小冠建议 对害怕与人打交道的人来说 可以尝试多与家人 朋友通电话或见面 也可以尝试参加公益活动 帮助他人的同时 也能增强社交 找到自信和充实感 对于沉溺社交网络的人来说 要认识到网络的弱关系不能取代实实在在的交友 建立和维系感情还需要在现实中落实 比如时不时约朋友走出去 聊一聊 四 极度 极度情绪导致体内过量分泌的压力激素 会使肝脏血流淤质 使胆汁生成紊乱失衡 从而引起解毒功能障碍 免疫力下降 胆固醇水平升高 心率加快 血压升高 消化不良等 小官建议 客观分析自己的优劣是 喜好和能力后再确立目标 发挥长处 一步一步靠近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发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不再把精力放在无意义的攀比上 五 愤怒 愤怒是在感到受伤害 遭威胁 失忆或失望时产生的一种强烈情绪 大多数情况下 愤怒对身心健康不利 发怒两小时之后 筋脏病发作的风险会升高8.5倍 愤怒还会减缓伤口愈合速度 诱发炎症 进而增大罹患糖尿病 关节炎和癌症的风险 小官建议 对抗愤怒 关键是能让激动的情绪杀住车 第一步是转身离开现场 第二步是采用伸长的腹部呼吸 坐着或躺着 将双手放在腹部 通过鼻子缓慢吸气 感受空气进入气道 一直到达肺部 深深的吸气直到无法吸入为止 保持这个吸气状态三到五秒 再慢慢的呼出气体 可以想象肚子里有个气球 吸气时气球逐渐膨胀 撑起腹部 呼气时气球逐渐缩小 腹部慢慢放松 呼吸时要平稳而有规律 不要猛的吸一口气或一下子把气完全呼出 可以试着在吸气时心理莫属 一 二 三 四 呼气时也如此 有助于放慢呼吸的节奏 呼吸时记得放空大脑 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腹部和呼吸的节奏上 一旦走神了 要及时调整 让注意力重新回到一呼一吸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也有应对坏情绪的独到方法 那就赶紧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吧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